中台科技大学的教授与老师们约十多人 在文教事业经营研究所所长黄宝源带领下 今天上午参访县议会 由秘书长陈国中及县议员洪明科亲自接待 表达诚挚的欢迎 洪明科议员说 文教所当中有对文化、宗教及原著名专精研究领域的老师 而黄宝源所长之前曾担任过南投县政府教育处长 他们都愿意全力以赴帮忙南投县发展得更好 相信的南投县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原著名 对我们真的多的中台科技大学研究所、黄所长 在这里也给我们落成 落口就说 只要南投县有需要因地给我们倒下去 我们处长、所长都要全力以赴 尤其我们老师里面对我们的原著名研究 也有我们的文教、宗教都很亲 他们总是一不同词 要跟我们南投县打卡手 未来我们南投县需要他的时候 也希望我们黄所长会继续 跟我们鼎力支持 让我们南投县的未来会更好 议会为表达诚挚欢迎之意 特地将黄宝源所长 之前在议会打选的画面剪辑成短片 黄宝源所长表示他看了十分感动 并说如果南投县有需要他们协助的 中台文教所一定义不容辞鼎力协助 特别是我们议会同仁非常用心 把我过去在教育处长服务的期间的一些 打选的一个状况 做了一个剪辑 看到这个画面真的非常感动 先议会在何议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对县府的支持是全方面的 那我们中台科技大学文教师业经营研究所 我们在文化跟教育方面 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基础 那如果我们南投县 有相关的这个事务需要协助 我们中台科技大学文教所 一不容辞一定会大力协助 随行的教授 中台科技大学教授刘志瑞则说 此行的参访 让他看到了103年落成的建筑 与南投县场主的进步 议长何胜峰欢迎中台科技大学 中台科技大学的专业教授们 能够来县议会参访并交流 协助南投的文教建设更发展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